Hello大家好,我是凯奇 2023年的世界冠军对抗赛迎来了第六轮的比赛结果 那么在第六轮比赛当中 中国特级大师直白棋先行的丁丽人 使出了伦敦体系开局 击败了俄罗斯特级大师聂伯姆尼亚棋 那么随着这盘棋的胜利 丁丽人也把比分搬成了3比3平 那么在前六轮的比赛当中 双方更有四盘棋封出了高低 决出了结果 这也是我印象当中近年来 世界冠军对抗赛当中 分出结果最多的一次比赛了 那么比如说在2016年 卡尔亚棋和卡尔森的世界冠军对抗赛当中 12轮棋当中 常规的慢棋12轮对局当中 只有两盘棋决出了胜负 那么在2018年 美国棋手卡罗娜和卡尔森的对抗赛当中 12盘慢棋全部下成了核棋 那么但是在快棋加赛当中 卡尔森是直落三局取得了那次比赛的冠军 那接下来就是聂波姆尼亚棋和卡尔森的较量 那么前四盘也都下成了核棋 但是在后来的对局当中 卡尔森赢了三盘 那么最后获得了那次比赛的胜利 那这一次丁利人和聂波六盘棋就下出了四盘棋 分出了这个胜负 那么对于棋迷朋友们来说 当然是这个更希望看到的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第六轮 那么丁利人直白是怎么样击败聂波姆尼亚棋的 那么白棋呢 丁利人第一步走了兵到第四 那么还是走了后兵开局 对局当中的马到F6 马到F3 兵到第五 那么丁利人在这的时候走了向到F4 那么向到F4呢 就形成了非常著名的伦敦开局 伦敦体系 那么这个开局呢 应该说在业余棋手当中啊 广受好评 很多人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不用被开局 那么白棋在这个开局当中呢 只需要这个记住几个关键的开局变化 那么大概呢 只要理解白棋的这个进攻思路 那么白棋呢 就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坚固的一个局面了 那么白棋向到F4呢 他的思路呢 就是准备E3 然后比如说马第二 然后向放到第三 将来如果对方C5的话 我们可以C3 然后短一位之后啊 随时马E5 或者直接马E5 不用短一位也行啊 直接马E5有一个据点啊 然后将来呢 这个后走到F3 然后H3去进攻对方的H7 和自己的这个第三项一起啊 那么伦敦体系呢 由于不用被开局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深受这个很多业余棋迷的这个喜好啊 尤其是在国外很多这个成年人骑手 那么白天还有上班啊 晚上要去俱乐部去下棋或者参加比赛 那走一个伦敦开局真的是美滋滋 因为不用被开局了啊 那么白棋呢 也不会太差啊 那么在世界冠军级别的比赛当中呢 伦敦开局呢 应该说出现的次数呢 还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盘对局 聂波姆尼亚棋是怎么样应对这个伦敦的 对局当中呢 走了兵到C5 丁丽人呢 走兵到E3 黑棋呢 马到C6 白棋呢 马到D2 在这的时候啊 稍稍有一个区别啊 那么马到D2呢 也是被目前国际棋坛公认为是伦敦开局当中 白棋呢 最好的次数啊 以往呢 有人喜欢在这个局面当中冲兵C3啊 然后搭成一个小房子 然后准备马D2 然后向到D3 然后将来马E5啊 但是现在C3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可以走后到B6 直接威胁你的B2兵 因为在伦敦体系当中呢 白棋把自己的C1像 放出了兵链之外啊 那么 呃 这个像当然比较积极 但是B2兵呢 就会成为对方的一个潜在的进攻目标 所以后到B6啊 直接进攻的 进攻你的这个B2兵 比如说啊 你要是后B3 那么跟对方换后 对方呢 就很有可能C4 如果后B6 AB 虽然黑棋形成了叠兵 但是B5 B4啊 将来会在后裔上有一些反击 那么 如果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C4走完之后 你再走后C2回来 那么对方很有可能向F5继续欺负你啊 那么 白棋呢 却不敢去吃这个F5像 因为一旦吃掉之后 对方呢 就会走后B2 把你的车抓死了啊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呢 白棋的C3啊 那么并没有特别的精准 因为对方可以走后B6 所以慢慢慢慢的啊 那么伦敦棋手们就意识到 哦 C3可能对方会走后B6 所以呢 赶紧出动自己的这个 这个B1马啊 走到第二去 那么在马第二之后呢 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最主要的 也有两种招法啊 一种呢 是比较复杂和积极的 还是啊 直接上后 后到B6 然后去进攻对方的B2 但是在后B6走完之后呢 这个局面呢 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和激烈 比如说DC吃掉 对方后吃B2 然后我们车币一抓一下 那么这个后呢 有两种选择 后C3或者是后A2 后A2吃完之后啊 那么 虽然多一个兵 但是白棋出子会太快了啊 那么向到B5 马上去进攻太厉害了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一般都会走后到C3 然后准备去威胁这个C5兵啊 那么白棋在这儿 还是向到B5 那么这个局面呢 将会非常复杂 白棋弃掉一个兵 但是出子呢 会比会比黑棋更快一些啊 所以后B6的这个下法呢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定论 这个局面黑棋究竟 呃 更好呢 还是更差啊 那么后B6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但是涅波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没有选择最为复杂的后B6 而是选择了CD交换啊 那么异地之后再走向到F5 出向 那么控制住B1到F5的斜线 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不让对方向到D3 向到F5 也是一个比较坚固的一个走法 那么在对局当中呢 丁丽人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了兵到C3 兵到C3 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少见的一个走法 冲兵C3的目的呢 是加固自己的D4 然后打通这条斜线 将来自己可以后B3 或者是后A4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除了C3之外 白旗另外一路招法呢 是直接飞向到B5 然后准备随时的这个马E5 甚至是C4啊 那么动摇对方的中心兵 再后到A4 但是这个下法呢 就更加的复杂和激烈 那么丁丽人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C3啊 那么就想把这个对局呢 引入到这个阵地战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性质当中啊 那么也许是在之前的这个 卡尔斯巴德 兵型的这个对抗当中呢 丁丽人觉得 涅波姆亚齐走的没有什么体会 所以呢就又一次转成了 近似于卡尔斯巴德的 这样的一个兵型结构啊 跟对方比拼这个阵地战 那么在C3走完之后呢 黑旗冲兵E6 那么白旗呢 在这的时候向到B5 黑旗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了向到D6啊 那我看了这个很多评论啊 那么基本上到这的时候 大家都好都好像认为 这个向D6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那么都觉得这部其实很自然的 本身这部向D6呢 也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部招法 那么跟对方的F4向进行交换啊 那么但是呢 如果要是涅波这个 这个知道了后面对局的走向 也许他就不会考虑走向到D6了啊 因为在这个局面当中 换掉黑格向之后啊 导致自己的这个黑格啊 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啊 那么比如说F7 E6 D5 这些主要的兵都在白格 将来这个E5格和C5格 都是白旗的一个非常好的据点啊 那么呃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如果黑旗啊 想要争胜的话 向到E7啊 那么是呃 比较不错的 那么虽然说对方的像 还是瞄准着我们的后裔 但是呢 黑旗白格冰配黑格像啊 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呃 争胜的一个发展 向E7呢 可以保持更多的局面复杂化啊 也是可以考虑的 那么我查了一下数据库啊 40多班旗 在这的时候都走向D6 只有7盘走了向到E7啊 我觉得如果黑旗 大家想要争胜 还可以考虑一下走向E7啊 好 对局当中走了向到D6 然后来换黑格像 像吃D6 后吃D6 短一位短一位 白旗呢 走了车E1 两个目的啊 第一呢 准备随时马E5 第二呢 在将来某些时刻 可以把像的撤回到F1去啊 那么所以车E1 一举两得的招法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涅波走了一步 贤旗冷子 但是这步棋呢 我觉得 非常的不好啊 那么这步棋一看啊 就是对于这个结构 是完全没有体会的旗手 才能走出的招法啊 那么我相信很多卡罗康的下卡罗康的棋手 或者是下这个 卡斯巴德兵型的结构的棋手啊 一般在这的时候肯定都会走后到C7的啊 那么大家看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啥这后在这儿好好的回到C7去呢 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不让对方马E5 因为如果你马E5上下跳上去的话 我们吃掉 你D1的话 因为我的后营离开了D6了 你的E5兵在这个局面当中就不是一个捉霜了 那么我们就没有丢子啊 我就可以把马走开了 比如说马到G4 这个E5兵呢 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 比如说你要是走F4 哇 你要走F4 F4保护住E5的话 后背6一将军 不但吃相啊 而且相信大家都会看到这个 吃后都不吃了啊 有这个令人耳熟能详的 耳熟能详的窒息杀法 对吧 Smother's Mate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那么马G4走完之后 这个E5兵很危险 那么如果你走马F3保护的话 那么黑棋在这最简单的向到E4 这个E5兵就很有问题 所以你也不过在这的时候走H6 我觉得是对这个结构 非常非常没有体会 那么丁力人顺势马E5跳进去 因为黑棋在这就不能马E5交换了 D1再一吃 窝了个天 对吧 F6直接被抓死了 所以在这的时候 H6我觉得很没体会 下这个卡罗康的棋手们 应该一秒钟就知道 在这的时候应该退后C7的 那么对局当中走了H6 然后白棋走了马E5跳上去 黑棋在这没办法 只能马E7回去 因为如果你不走马E7 举个例子 你要是A6赶我们的这个向的话 我们不建议在C6交换 然后再走比如说马到B3 那么C5格将会成为白棋的据点 或者你先走B4 我觉得也OK 无论是B4或者是马B3 这个C5格都是我们的 非常好的这个铁点了 那你会看到黑棋 大部分的兵都在白格 又没有黑格像 C5 E5 A5 对吧 这三个格 那么将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于白棋的马来说 所以在马E5走完之后 那么黑棋推马到E7 不想在C6上交换 那么白棋冲兵A4 好奇 那么冲兵A4 丁丽人准备在后翼上 获得一些空间的优势 那么对局当中走了兵到A6 我又不太喜欢这部兵到A6 因为在这的时候 黑棋难道还嫌自己 自己的黑格不够弱吗 还嫌自己在这个白格的兵不够多吗 那么总之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走A6 我是不太喜欢这部招法的 那么但是你说 我在这的时候 能够给涅波黑棋提供什么建议 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招法 可以下 比如说后C7还是退一步吧 对吧 那将来没准可以考虑马C8 然后马到D6 也许是一个方案 那么对局当中A6 那么丁丽人顺势向导F1回来 马到D7 来跟这个白棋进行这个马的交换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丁丽人马吃D7 后吃D7 然后赶紧A5 我们会看到E5 C5 B6 对吧 这些黑格都是白棋可以控制的据点了 对局当中后到C7 那么丁丽人后到F3 这部招法并不是为了进攻对方的王 而是后到F3 准备随时后G3 跟对方换掉后 那你可能会感觉奇怪 为什么在这的时候 我们要跟对方换到后呢 因为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能够防守黑格的棋子已经不多了 所以换掉后之后 对方的黑格更弱了 所以随时准备后G3 对局车FC8 白棋车到A3 那么先不着急后G3 保留更多的可能性 守住C3兵为自己将来B4 或者是车B3 威胁对方的B线做准备 对局向到G6 退了一步 那么丁丽人马到B3 准备随时马C5 对局当中马C6 那么丁丽人后到G3 换后 涅波在这的时候没有去换 走了后一棋 后G3HG之后 虽然我们会形成谍兵 但是黑格会更加的弱 将来马到C5之后 B7 A6就都是我们的进攻的据点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对方走了后到一棋 想要去保护住B7 不换后 对局 丁丽人在这的时候 H4 继续的给对方施加压力 把兵继续放到黑格 那么在这的时候 丁丽人已经开始准备 在后翼的进攻的同时 那么准备王翼进攻了 因为我们会看到 我们在后翼上给对方施加压力 那么黑棋把自己的重子都放到后翼 将来王翼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削弱 所以先冲H4 开一个窗户 那么为将来在王翼上进攻做准备 你可以看到 超一流棋手们 下棋都是非常非常耐心的 在这的时候 丁丽人控制住两翼 用自己的A兵和H兵 那么来限制对方的子力发展 对局车到E8 马到C5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冲兵了E5 电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这部招法的 但是我觉得 我非常能够理解 为什么聂波在这个局面当中走E5 因为确实被对方控制着 也太难下了 而且聂波又不太喜欢 这种被动防守的招法 那么所以在这的时候 他想挑起局面的复杂化 走兵到E5 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这的时候 丁丽人选择了跟对方硬刚 那么走了车到B3 那么在赛后采访的时候 丁丽人说 也许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可以考虑走兵到B4 继续的跟对方打这个局面战 那么加固自己的局面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比如说对方要是E4走起来之后 我们可能随时车到A2 然后车到E2 对吧 将来F3 威胁这个E4兵 或者是直接车B3 然后准备冲B5 那么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还是稳稳的占据着主动权的 黑棋没有黑格像 那么虽然兵在D4和E4 但是你不能够去威胁这条斜线 那么黑棋实际上 在王毅上是没有什么进攻的 所以在这的时候 B4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走法 但是丁丽人在这跟对方选择了硬碰硬 那么你在中心上反击 我准备吃你的B7 对局当中 那么马吃A5 车吃E5 然后在这个局面当中 后到F6 那么丁丽人在这的时候 车到A3 走开 威胁对方的马 那么对局当中 马到C4 向到C4 吃掉 对方DC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丁丽人走了 兵到H5 这部招法应该说 不是一部好集 这部冲兵H5 应该说 给了聂波一定的反击的机会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代替冲兵H5 白棋可以考虑走兵到F4 继续的加固自己的局面 或者是马到B7 直接把这个兵给吃掉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么 但是丁丽人在这走了H5 给了聂波一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但是聂波在这也没抓住 他走了向到C2 这部棋不好 那么比较好的招法 在这的时候 应该可以考虑走车E5 那么在D1走完之后 我们可以回后到D8 非常关键的一部招法 前面白棋车A3 是一个很好的招法 但是准备随时车B3 但是现在 这个车在A3的这个B端 就展示出来了 对方后到D1之后 那么准备后到D1 利用底线将军来骚扰 如果你HG的话 那么后到D1将军 王到H2 后到H5 那么王到G1 后到D1 就是一个长江合棋 如果你不想和 走后到H3的话 反而对方后E5 那么将军的同时 吃掉这个C5马 那么黑棋反而要赢了 对吧 或者是有更好的 赢起机会了 所以在H5之后 那么涅波姆尼亚棋 应该选择车E5 D1 然后再走后到D8的方案 但是后D8之后 丁力人也可以走后F3 那么守住D1 保护住H5 这个局面还是很复杂的 那么但是我觉得 也许可以考虑走后到D2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会有很多的反击 HG再将军 然后比如说你往H2的话 后吃E5 那么这个局面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么黑棋会有一些反击的机会 那么在H5走完之后 黑棋走了 向到C2 把向藏起来 那么白棋 马B7吃掉 后到B6 马到D6好棋 后不敢吃D6 因为有车翼 把闪击可以吃到对方的后 那么对局当中 走了车吃E5 丁力人 后吃E5 后到B2 那么丁力人在这个时候 走出了一波非常好的招法 那么也正是这步棋 那么让丁力人 重新的获得了这个局面的主动权 控制住了这个局面 那么这步招法 就是车到A5好棋 这步棋非常的好 那么因为在这个局面当中 如果你不走车A5 走马吃C4 虽然你可以去吃掉对方的一个兵 守住了A3 而且威胁对方的后 但是比如说在后C将军 王H2 向D3之后 那么这个局面的话 对方打你的这个马 而且叼住了你的这个A3车 那可能你只能后到E3 那么在后第一之后 准备后吃H5 然后向吃C4 黑棋还是有很好的反击的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这个C4 这个C4兵早晚都能吃死 我们先走开车到A5 那么对局当中 黑棋走了王到H7 现在如果你要是后吃C3的话 可不行 因为我们有这部马一巴 这部一抠 把对方直接给抠死了 那么后吃G7已经挡不住了 如果你要是走F6的话 我们在这个局面当中 有很多种好奇可以走 比如说后D8将军 可以吃掉对方的这个A8车 或者在这的时候 直接更狠一点 马F6 对吧 对方如果既吃F6的话 我们后D5 对方的往前打开 一片开阔地 我们可以带姜 去吃掉对方的这个A8车 怎么样带姜呢 比如说你只能王G7 我们现在吃这的话 你可以吃我A5了 但是我可以先将一军 你看这个兵在H5 非常有用吧 王G6上不来了 那你只能退王 我们在后A8 然后带姜吃掉A8车 肯定赢了 所以呢 在这个车A5之后 准备马一巴抠对方 那么对局当中 王H7躲开 那么现在马一巴 就没那么好了 因为马一巴的话 对方可以F6 那么你再走后到一七 准备后到G7去杀王 那么对方可以弃掉 那么在后吃一巴之后 后四一将军 那么恐怕白旗 是躲不开这个长江的了 所以在王到H7躲开之后 你在马一巴 对方可以 你在马一巴 对方可以F6 没有后D5的这种斜线将军了 王H7 这是黑旗的走法 白旗走了一步 车到C5 想要去调住对方的C4 准备马吃 那么电脑是在这的时候 更喜欢后一一退回来 守住底线 然后守住C3 那么C4兵是死的 电脑是更喜欢这步后到一一 但是丁丽人在这的时候 车到C5 准备威胁C4 并且随时准备车 横掏对方的第七横线 也是可以的 对局后到C1 那么这步旗 又是聂波的一个错误 那么聂波在赛后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自己这盘棋 那么每一步找法 他都觉得自己下的是坏棋 那么在这的时候 后到C3 也许还能够再去跟白旗抗衡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后到C1对局当中 王到H2 然后聂波在这的时候 F6 那么但是F6走完之后 新的问题 第七横线又打开了 那么白旗 后到G3 黑旗 冲兵A5 那么聂波 想要去利用自己的A兵 去制造一些反击 但是白旗的后 车 马 三个旗子 包括这个H5兵 可以很好的去进攻对方的王了 那么丁丽人在接下来的招法当中 又展现出了自己的 这个攻王的才华 走得非常的精准 首先 马到C4 因为如果你要是先走车C7的话 对方可以后继五扛住 所以先吃马C4 对方A4 然后马到E3 拦住对方的后 然后在这的时候 向到B1躲开 那么因为如果你现在在这的时候 A3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车C7又进去 这个局面又很难受 所以他把向左开 然后车C7进攻对方的G7 对局当中只能车到G8 马D5又是一步先手 现在威胁马吃F6 你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后到G5 虽然可以换后 但是在后吃G5 HG之后 对方马F6 你的车要被吃掉了 那么这个局面的话 肯定要输起了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后G5不敢走 只能走这 然后丁丽人在这的时候 车到A7 勾住对方的兵 A3躲开 然后丁丽人马到A7 威胁对方的车 车到F8 然后在这的时候 那么丁丽人走出了一步 惊世骇俗的一步好奇 我觉得这部招法 在当时看直播的 全世界的奇迷当中 那么在一瞬间 在那个时刻 我觉得全世界都没有想明白 丁丽人究竟要干什么 丁丽人在这个时候 走了一步第五 当时我看到这部棋的时候 我也觉得丁丽人难道是 没有找到杀王的方法 想要跟对方比拼一记 这个冲冲军的速度 那么当时我觉得 但是这个冲军好像离生变革又很远 这部第五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么尤其在这的时候 我们通过电脑的分析 在观战的时候 那么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简单的迎期变化 车B7 然后准备车B8 杀对方底线 你比如说你要是A2 然后我们就车B8 对吧 扣死对方了 对不对 那么你要是变后的话 我们车吃王H7 然后直接后到G6 虽然说你有两个后 但是我车马兵把你杀死了 所以在这的时候 我们当时很多人 在这看直播的时候 都觉得应该是走车B7的 对吧 那你要是走A2 然后车B8 吃掉吃掉 后G8又能杀王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丁丽人在这的时候 没走车B7是没看到 但是我觉得 那么丁丽人在这的时候 是看到了车B7 他只不过觉得 在这个局面当中 第五更强 为什么第五更强 我们继续来看 聂波很快在这的时候 就走了A2 但是丁丽人接下来 一系列的招法 哇 太恐怖了 这个杀王太厉害了 电脑认为在这的时候 算到20步之后 绝杀对方 但是我觉得 其实用不了算那么多 只要你找到了 后面的绝杀的定势 这个Mating Night 杀王 那么你就知道 应该怎么走了 后C7好期 那现在准备马G6闪江 然后相机6之后 后吃G7 所以对方只能车B8 然后在这我们 对方在这的时候 只能够王到H7 车G8不行 车G8因为马G8 下步后G7了 对吧 那么在这的时候 对方只能王H7 因为你不走王H7 马G6是将军 对吧 王H7 然后丁丽人 马到G6好期 准备后G7 对方又只能车G8 然后在这后F7 那么在后F7之后 全世界界的奇迷 终于知道了 丁丽人这部D5 绝对不白走 对吧 这部D5绝对不是白走的 为什么 我们继续来看 因为在这的时候 如果要是黑棋 后到G5回去 准备后H5 我们后吃G8 王吃G8 车A8 王F7 最后车F8 正是这部D5 对吧 守住了E6 把对方将死在F7了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一个绝杀的 一个非常精彩的局面 车马两个兵 绝杀对方 所以在丁丽人走D5的时候 我相信在那个时刻 地球上也许只有丁丽人的脑子 知道在这的时候 他有杀王了 那么在这个F7 在王在F7 车在F8杀王 这部D5 实际上是控制E6的 太厉害了 那么对局当中 走了A2 后C7 王H7 马G6 车G8 后F7之后 涅波也意识到了 自己将会被绝杀 所以在这的时候 就有停中人输了 那么丁丽人 凭借着这盘胜利 再一次扳平了比分 那么现在的总比分 是3比3平 那么明天是一个休息日 那么在休息日之后 我们将会继续的关注 2023年的世界冠军队抗赛 那么唯一一点 可以确定的是 这次比赛将会非常的精彩 那么将会有很多对局 分出胜负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凯奇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